程式交易是不是代表可以躺平 什么都不用做就赚到钱 现在科技这么先进 又有AI 个别投资者还有没有可能在股市赚钱 这种交易方法有什么好和坏处 对你来说 应该学程式交易 还是自决性交易 还有要有什么条件才可以写这些文件呢 阿珠两种交易都有做 今天影片我就会解答这些问题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话 阿珠是在投行做了十几年的专业投资者 在这个频道我就会分享对市场和交易的看法 如果你对股票或者赚钱有兴趣的话 就订阅我的频道 首先解释什么是程式交易和自决性交易 自决性交易 Discretionary Trading 代表人决定什么时候做交易的买卖 它可以分析很多不同的因素 例如市场的气氛 基本面分析 技术分析 或者数学模型 用来帮助它判断什么时候做交易 而程式交易 Algorithmic Trading 就靠一个程式 用来决定什么时候做交易的买卖 它怎么判断 就靠写这个程式的人 教他怎么判断 例如他可以观察市场气氛 利用技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 或者数学模型 所以其实自决性交易 和程式交易很相似 两个都是依靠输入资讯来的系统 在自决性交易 那个系统就是你的脑 而在程式交易 就是你创造出来的程式 变成了脑的电脑 用来吸收市场的资讯 然后做一个决定 究竟应该买 卖 还是什么都不做 然后在市场执行这个决定 所以其实Algorithmic Trading 和Discretionary Trading很相似 它最大的分别就是 是谁执行过交易 有时我们不记得这一点 听到程式交易 因为是有些神秘 就自动觉得它很厉害 但是程式有很多种 例如我可以整个程式出来 抛一个硬币 如果是供的话就买 字的话就沽 将这个逻辑 写为一个电脑名的语言 然后再把它拨到我的证券户口 令它可以自动做交易 这就是一个程式交易 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觉得它厉害吗 说到最后一个交易程式好不好 跟自决性交易一样 就是看它有没有优势 如果有的话 你重复这样做就可以赚到钱 而它有没有优势 就要看写这个程式那个人 本身有没有交易的优势 有的话就可以将它写成一个程式 自动化交易 将一个交易策略变成一个程式的好处 就是第一 自动化了它 变成不用人手禁 还有第二 电脑的计算和反应 比人快很多倍 所以靠速度用来拿一个交易优势的策略 电脑就做得好过人 例如低风险的套利策略 以靠少少的价钱分别 用来拿一个交易优势 例如一只股票在两个不同交易所上市 它的价钱如果有少少差别的话 做套利的交易员就可以买便宜一些 然后沽贵一些 这样赚钱 在美国和日本股市这个策略很常见 在加密货币市场也很普遍 因为一个token 例如比特币 你可以在不同交易所买到 还要有AMM和decentralized exchange 如果这些不同的交易场地 比特币的价钱有差别的话 做套利的交易员就可以在这里赚钱 而它是一个低风险和极高肯定性的交易 即是你看到一边便宜一些一边贵一些 你买便宜的那个沽贵的那个 那就肯定赚钱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速度的游戏 哪个反应快就可以赚到这块钱 而当市场越来越成熟 本来靠人手斗快的 谁先按到就赚钱 但当你把这个逻辑写到一个程式 将它变成一个程式交易 它就会比任何人快 所以这类型的交易 用程式一定有优势 越靠速度的交易 它的优势就越大 当交易的确定性越低 即是现在面前不是有 一张100元纸兜快去抢 而是要预测股票跟着的走势 速度就变得没那么重要 预测期越长的话 即是你想猜一只股票 下年会去到什么价钱 你早别人10秒计到 或者迟别人几天计到 分别不是很大 所以去到这种预测性交易 如果time frame长的话 程式交易没有优势 但短的话它还有 例如你要估计股票 跟着那分钟会升还是跌的话 那用电脑分析 然后直接交易 会比用人手做好 因为电脑可以很快的吸收 和消化大量的资讯 利用技术分析也好 统计数学也好 或者最新的machine learning 和AI 它们可以很快的analyze 然后做决定 但是当预测期越长 还有有多些不确定因素 那程式交易的优势就会少了 因为速度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 而因为变数多了 而程式不一定会考虑所有因素 所以去到这些位置 自决性交易的优势就出来 很多时候专业投资者会两个一起用 就是依靠程式用来帮他分析大量的资料 然后投资者再自己决定怎么做交易 变成程式或者电脑是一个工具 用来帮助自决性交易 其实概念和很多年前发明计数机一样 有了这个发明之后 投资者会利用它 用来帮他们计数 就可以快点拿到result 变成了做投资决定的时候 会快点和方便点 接着就发明了电脑和excel 这个又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最新的就是machine learning和AI 这些是工具帮助投资者做事快点 为什么去到这些位置 程式交易没有那么有用呢 因为任何做决定的过程 你需要input 然后process它 然后做output 如果你可以容易输入有用的资讯 进那个model的话 那他就可以分析它 然后生产答案 而时间越短的预测就越容易用 因为有越少不确定因素 就是越少variables 例如你预测10秒之后 市是升还是跌的话 这个比预测到10天后 因为10秒内影响到股市的factors 少于10天 例如你看他买卖盘的不平衡 你看他的动力 或者看他之前的成交 这些可以帮你 估他跟着那10秒会升还是跌 但是估他10天 这个就是另一个故事 你又要考虑跟着那两个星期的经济数据 要考虑市场的资金流 还有很多事件可以发生是不会考虑到的 例如公司的CEO突然之间辞职 这就出现了几个困难的问题 第一 现在输入的资讯没那么容易得到 如果你预测短时间改变的话 你主要都是靠价钱和成交 然后用来做推测 这些资料你驳入交易所就可以拿到 如果要考虑的factors是包括经济数据 又要看市场的走动气氛 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你怎样直接的输入这个信息系统 这里变成困难了 如果time frame再长一点 不是10天的 而是10个月 你基本上变成一个投资者 你要考虑的资讯就变成更加多 除了网上拿到的东西 你会想了解这间公司的管理层 他的对手 他的供应商 他的客户 这些情细不一定在网上找到 而是靠你真的要见人 问人家问题 人家愿意回答你 才可以存在存在 做一个长线的投资决定 所以去到这些位置 人就比程式好 就好像你有没有听过人说 Warren Buffett做的东西 电脑都做到 没有人这么说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些程式不懂得 如何处理一些 unexpected的事件 如果完全依赖他的话 我见过一出错的时候 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出错了 但是程式自己不知道 那就可以错得很厉害 令到基金输很多钱 例如一个做pair trading的程式交易 就是他交易两只相似的股票 例如Toyota和Honda 当他的价钱差别大的时候 例如一只跌得多过第二只 那他就会买跌得多一点的 然后沽空强一点的一只 拨去这个差别缩回载 就是一个mean reversion的策略 通常是短time frame intraday的玩 因为一天里面 两只相似的股票 在一样国家一样行业 他们的走势差别不应该太大 所以就造成这个pair trading的机会 但是如果正在开市的中途 其中一间公司有突发消息 说他们做假数 令到股价急跌 但是这个程式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他也不懂得去看这个新闻 他看到一只跌一只没有跌 他就买跌那只 一度跌就一度买 在这情况就会很危险 所以程式交易有他的弱点 就是他不会变动 或者没有这个经验 我们告诉他应该怎么变动 所以在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 就算做程式交易 在电脑面前都会坐过trader 他的责任就不是落盘 而是make sure程式运作正常 还有出事的时候人手干扰 另一个algo的不好处 就是他一个黑盒感 里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是不知道的 而且很难明白 尤其是用到最新的machine learning和AI 不像上一代的数学模型 好像regression 那个电脑做完分析之后 如果他画一个regression出来的话 你都会明白为什么他做某一个决定 但是去到最新的AI 为什么黑盒决定做一件事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赚钱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因为赚钱不理 但是任何交易策略 就算AI做出来也好 什么做出来也好 始终有时候会输钱 那输钱的时候就烦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的操作逻辑 你不明白为什么输钱 你也不明白什么时候会赚钱 这就变得很恐怖 令你不敢继续涌下去 所以虽然现在的AI很发达 但是专业的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不可以完全依赖他 因为出错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 变得被老板或者投资者召费的时候 他们答不到可以reassure一些人的问题 在风险那边 他们又不一定是在承受多少风险 所以这种黑盒程式交易 机构投资者是很少用 调转如果自缺性交易的话 你是分析股票不同的因素 来到基本面上的东西 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看市场的情绪 当你做错一个决定的时候 at least会容易很多明白你错在哪里 例如你买一只股票 因为你预测它的业绩会去到X 但是它没有 只是去到Y 所以它就跌了 你知道的原因 你知道错在哪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只是季节性的问题 下一季就会升上去的话 你可以决定继续拿着它 如果你觉得原本的assessment是错的话 你可以止蚀离场 所以明白投资原因很重要 变成新的资讯出来之后 你知道应该作出什么反应 而如果你依靠一个黑盒程式的话 去表现差的时候 你就会很confused 究竟这个程式已经不合适 还是这个只是暂时性的问题 所以有些交易电脑做得好一些 另一些交易就人做得好一些 看看你需要的是速度 还是弹性和经验 写完一个程式交易之后 是不是等于可以躺平等收钱 绝对不是 因为你不停要refind一些algo 首先市场的环境会变 所以交易策略要定期更新 你要再做backtest 再optimize 用来make sure它会继续work 如果是确定性高的程式交易 例如通过不同交易所套利 这些虽然市场环境不会改变得很厉害 说到底你都要斗快收钱 但是会有竞争进市场 会越来越多人跟你斗快收钱 地下的100元 怎样斗快呢 就是写更加好的program 用更加好的硬件 甚至放一个server近这个交易所 变成它的速度会比你快 所以如果躺平的话 不不断改善你的program 就会迟早被人追过 所以程式交易不是一个很他条的事 一样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但是那个时间就用来整个程式 而不是自己市场交易 很多人就问 我应该学自缺性交易 还是程式交易 我觉得首先学自缺性交易 你要明白个市场运作 知道什么是交易 自己做过了 找到自己的neesh 可以赚到钱的 就是有个交易优势 接着就可以自动化 变成一个程式 自动化多少 就要看你的ITskill和你的策略 有多容易量化 如果你本身IT底是强的话 而策略又简单 容易用数字和逻辑用来描述的话 那就容易一些自动化去 如果你IT不是那么强 会写一下code 但没有信心博入证券行 给他自动交易 那就做一半了 用电脑用来帮你筛选 减少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自己做最后的交易决定 而如果你没有任何IT背景的话 那没办法 只可以做自决性交易 不过现在的好消息就是AI很强 如果你想写一个program的话 它很容易帮到你 例如在我这条YouTube片 我就逐步解释我怎么用ChatGBT 用来帮我写一个backtest 和一个程式用来筛选和交易股票 如果你的IT背景不是太强的话 而又想自动化你的workflow 令到时间用得有效一点 那我就会建议你试一试 其实也挺好玩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